用文字和声音来传递不一样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松轩扎的轩童 今天改编一部由王祖贤和张国荣连妹主演的仙侠电影《妾女幽魂》 本片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兰若寺内,一名寄宿书生,正将一位娇艳的女子露在怀中 那女子面如春水,眼波流转之下,愈发显得妩媚而躲情 书生早已热血上涌,将女子扮于身下,便去扯她衣衫 女人一手眼口痴痴地笑着,与此同时,做足轻晃 既在足腕上的银铃轻轻地震动了一下 但听寺外,妖风顿起,似乎一个声音在混沌之中响起 她的血全是我的,聂小姐,你可以走了 伴随着漫天落叶飞沙,一条巨大的舌头,梳的一下,钻入屋中,早将书生缠了 只听得寺内传来长声痛苦的嘶喊 片刻之间,书生早被吸干,断片开始 落地秀才宁采称,连续走了几天的路,方才来到雾州 当时天下动荡,人心不稳,采称一路上见惯了打打杀杀 自此,一个心方才落地,他自下张望 到的下午,终于寻到成家步铺 进得屋内,找到掌柜后方道 在下大通钱庄新来的伙计 你家去年所借本状银钱,联系共鸡二十三两 还请掌柜多多包涵,不要难为小客 掌柜甚是奸华,捋着胡子道 如今路上不太平 你带那么多银子,不怕被责人抢了吗 我看,还是先放在我这里包管 当你们下次带了标诗一桶钱来时 我一变还了,岂不更好 采称急道,老掌柜还想赖账不成 你看这底账上写得清楚 共鸡二十三两,那个 你把你那边借据拿出来看看成吗 原来这些天,连是大雨 采称所带账本,早被淋湿 内叶一片模糊,又怎看得清 掌柜尖笑道 你自家账都弄不明白 去来这里坑我 若再啰嗦,我便去报官 把你当做强人绑了 还不快滚 采称张大了嘴道 我盘缠已经用尽 你若不还账 我今夜确实要住到哪里 掌柜连挥袖子道 去承诺兰若寺 那地方不收钱的 此时,店外围观的人已经不少 当兰若寺这三个字出口后 诸人却同时发出了惊呼 似乎对这个地方充满了恐惧 采称无奈,正好分开人群 向东行去 掌柜脸露得色 似乎在说 一个死人,还会跟我要账吗 巨蓝弱似的鹿,坎坷不平 鹿旁密铃丛生 其间恶风袭袭 偶尔还会窜出几只孤狼野犬 甚是骇人 采称一路狂奔 降到寺前 却吻有打斗之声 寻声望去 却见一红衣大汉 与长絮老扯 正斗到紧要处 那汉子剑法凌厉 每一招都如巨斧开山一般 势大力尘 可不论他捂得如何绵密 却进不得大胡子老者 身前半尺 采称不懂其中奥妙 又过一会儿 却见二人抖得分开 红衣大汉身体剧烈颤抖 左臂鲜血淋漓 显然受伤不轻 大胡子却抬眼望天 悠然道 下红日天 你急功近利 不思惊修 妄图争夺天下第一剑课的虚名 我未避你 方才躲入这穷山僻壤 可终究让不看与你一战 你若再纠缠不休 莫怪老朽无情 红衣大汉伤处疼得厉害 倒也不敢还嘴 冷亨几身后 愤然离去 采称方之大胡子实力非凡 连忙上前相见 老者对读书人却很和善 微笑道 我姓燕 明赤霞 自右边修得道书 在江湖上 也略有点名望 所以嘛 下红小子 才屡次反我 采称道 你老一定是一等一的大侠 所以他才认为 只要今夜一圣 变个阳明天下了 我猜得没错吧 燕赤霞被他捧得高兴 当下呵呵一笑道 小兄弟 这兰若四可不一般 你孤身前来可要当心 若有一场可高声喊我 你记住了吗 采称与戴胡子告辞 各自找僧舍安息了 却说那下喉是天 被燕赤霞斩了一剑 羞愤难当 畸形时 就见后山有一身潭 潭水清澈 当下脱去衣物 浮身洗进臂膀上的污血 找根布条包扎了 便在此时 却听有入水之声 但见以白衣女子 合一立于潭中 碧绿的潭水 在那衣衫尽透 玲珑的曲线若有硕无 更增春色无限 夏侯向来胆大 自认武功不凡 对此道也不惧 于是跨不上前 将女郎拉入怀中道 小仙女 可是因为山庄寂寞 熄灭凡间姻缘 于是才特来会我 对吧 女子双眼 便如会讲话一般 只把她盯着看 两只手环绕在她身后 晶晶婆娑着 山欧弹觉身体躁着一场 双手用力 撕的一声 将那白衣从中撕开 正当她呼吓着 想要更进一步时 女子已拨响了银铃 天地间陡然变色 乌云遮盖了告月 激烈的风 自万峰岗内涌出 一条如古树般粗细的巨蛇 悄悄潜到夏侯的身后 吞吐之间 早将她的身子 凌空拔起 舌尖忽然变细 自夏侯口中钻入 未过片刻 早将她一腔热血 吸了个干干净净 那怪依旧未足 已然间化作人形 声音时而尖锐 时而深沉道 小千 再去给我找一个男人 我千年修为 即将圆满 这几天最为关键 你不得偷懒 附近的男子 莫要漏掉一个 彩晨正在屋中读书 呼完隔壁有情音传来 她心下好奇 又想到燕赤侠所言 心声聚意 当下在书香中 翻出一把小刀 持刀在手 胆气略壮 寻声走去 开门后 却见屋中 坐着一妙龄女子 食指如葱 那情音 正在她指尖发出 气气美美 道也动听 女子见有人来 不禁胆气 停下手来道 你是谁 为何私闯我归房 莫非你要 女鬼这招 名为须怕而石膏 对付男人 极是有效 可采成向来正直 自小熟读 恐梦之道 如今二十有二 就连女人的手 都没碰过一次 当下抱歉道 对不起 小可梦浪 杀到姑娘了 我先把刀子收起来 这就出去 一边说 一边收刀 女鬼怎能容她脱身 暗运法术 那刀锋脱饼而出 不偏不倚 正搁在女子腰带之上 白色的丝带 顺风而去 女子一声惊呼 公子 这可如何是好呀 采成道也心热 慌忙追出 那曾想 门外便是一所寒潭 她一足踏空 落入水内 正手忙脚乱间 但听到女子声音响起 公子莫晃 随即 一只洁白无瑕的狱卒 自上而下 停在采成面前 采成淡见那腿儿 晶莹剔透 吹弹可破 便是皮肤下轻轻的血管 都看得清楚 不觉心中一片茫然 不自觉的伸手抱了 借礼而上 女子伸手摸了摸她额头道 你身子好冷 我帮你热一热可好 为等采成分辨 那具柔软的身子 早已扑到面前 采成只觉得天选地转 便是这二十年间 从未有过此刻说 扎伦理道德 最终还是战胜了 无尽的欲望 他缓缓将女子推开道 多谢姑娘相救 可你我男女有别 我看 女鬼见色又不成 于是也不迟疑 回眸一笑 转身便走 采成独坐屋内 回味刚刚情景 不觉心旷神往 却见屋角桌上 留一把古琴 正是刚刚女子弹奏之物 那琴古一盎然 名贵一场 若是私藏卖了 也知白银千两 采成却对女子印象极好 又怎能私吞他物 当下暴行追处 直入密林 方才追进 女郎见他性情高洁 不禁为之动容道 小女子你也见 便在此地后山居住 往来寺中寄宿的高采之士 我也见过不少 但如公子这般 不贪财 不敬色的青年 却还首次相遇 这懒若似地寒 我劝公子 尽早离去吧 严半环抱了古琴 将身一扭 渐渐淡入林中 才针对女郎心存爱意 想到刚刚肌肤相接 不觉出神 仰望天穷 茫茫然 不知不觉间 已是天命 才针强打精神 收拾了包裹 富有回到镇上 就成家步铺之内 老掌柜一见 顿时变了颜色道 是你自己心甘情愿 助澜若寺 又不是我强逼 切莫要找我寻仇 才针听不懂他说些什么 只是将晾干的账本 拿出道 二十三两银子 你且看仔细了 铺铺掌柜 哪敢讨价 忙将银钱取出 急切切地塞入书生手中 眼见他出门 这才长长地喘了一大口 才针有了钱 底气也足了好多 在镇中逛了一会儿 却在一家古玩店内住了脚 角落中 挂着一副美女图 画中女子似笑非笑 正将头顶青丝碗下 刺身放于水中 瞧那眉目神态 正是昨夜女郎 捏小欠无矣 才针连忙询问 也不还价 将画买了卷好 藏于怀中暗道 想不到时间还有如此巧合 我将这副写生送他 小欠定然欢喜 距离天黑 便再次走向兰若寺 小欠远远地见他归来 不禁眉头一皱暗道 这人好色之心不死 这次返回 我也救他不得了 不想踩尘 却将画卷掏出道 这画中之人与你好像 我想你定然喜欢 这才买回送你 小欠姑娘 你怎么哭了 去任念小欠 看到自己在阳间的笑项 想到痛楚又怎能控制得住 过友伴上 方才悠悠道 公子对我一片痴愁 小女如今也不能欺瞒于你 我本是乌州 一大户人家的千金 最小便精通琴棋师叔 可在16岁那年 却被歹人所害 尸骨便葬在兰若寺后山 可我一念怨魂不散 无法进入轮回 却被此地以妖魔所控 只能平命于他 为其物色男人的惊喜 助他修炼 昨日公子是为我美色所迷 自阴灵响起之时 便是你血迹命丧之日 随后 我故意留下西式古琴 你若贪财藏了 到得半夜 那情中恶灵 便会自脚底 钻入你心脉之中 报引之后 将血吐还给老妖 而你 就成为干事一句 财神大惊道 小欠 我知你心地善良 以往害人也是迫不得已 不如咱们一块逃吧 念小欠却哭道 那老魔真身 乃是千年数怪 这几日便当圆满 法力之高 几是你我所能对抗 你若真想带我走 除非到后山 将我尸骨挖了 重新安葬在你家之旁 如此 我便可进入轮回 定能再来世与你相逢 财神大喜道 我认识一奇人 名叫燕赤霞 以他道法 活在老魔之上呢 小欠深以为然道 燕大霞名震天下 趴住兰若寺这些天 我和老魔都不敢靠近招惹 他若肯相帮 你我便有希望 今夜 你且住在这里 您早便按照我说的地点 将那骨灰拿了吧 二人走入寺中 在屋内闲聊 灯光之下 小欠更显照夜 如今戾气退去 一聘一笑间 举美轮美奂 突然 寺外阴风乍起 小欠不觉脸色去变道 老魔来了 他嗅觉醉灵 你快堵入缸中 不一会儿 房门推开 但见一老妖妇 浓装艳末 在几个妖艳丫鬟的搀扶下 缓缓走入 彩辰秉了鼻息 哪敢弄出半点响动 确定那老妖 立声喝道 聂小欠 你好大胆 昨夜 竟然私放了一个凡人 你可知我家法吗 小欠低头不语 胡听啪的一声 似乎有皮鞭一类力气 抽僵过来 小欠翻滚不停 虽疼透男人 却强制一声不吭 老妖抽满石鞭后恨恨道 若不是看在你即将嫁给黑山老爷的份上 我又怎能如此轻易便宜了你 小欠不禁惊道 你说什么 老妖此刻气已消了 于是阴阳怪气道 黑山老爷修行两千余载 功力更甚于我 你嫁给他 本是前世修来的福分 我千年圆满后 便会遭遇天结 倒是少不得黑山老爷帮衬 你去好生服侍他 这样 也算我没白疼你一场 躲在缸中的宁采辰 心下气恼 这是 突感气息不畅 只得将头探出水面 小欠洗眼见了 慌忙转过身来道 既要嫁人 我需先换上新娘嫁妆 且看看合不合身 一边说 一边将裸衣褪去 身前那无限风光 静落采辰眼底 采辰张大嘴 险些叫出 小欠忙俯下身来 就是在他嘴上吻了一口 随即静静将采辰 一按而下 方才转身到屋内 取了红衣 瞬间 满堂华彩 赤光闪耀之下 将小欠的身姿 衬托得更显华归 老妖大为满意道 行了 你且好生歇息 后日便是良辰 只要黑山老爷满意 老了我自不会亏待了你 见老妖走后 小欠方才将采辰拉出 可书生却直直地看着他道 刚刚你那样真好看 我 我 小欠羞涩地一笑道 傻瓜 只要你真心待我好 不忘记我早先说过的那些话 我自己什么都会给你的 财臣被他搂在怀中 但觉小欠的一双小手 又变了全身 激荡之下 雄心顿气 翻身变上 小欠却巧声道 莫要弄下了银链 我先将左腿绑扶在床脚 余下但有公子胡来 二人胡天黑地 直到天明 小欠姿去了 据说采辰精神倍增 到偏房会了燕赤霞 说明来以后 二人寻到后山 果见那里坟头迭立 果真是藏人之所 按照小欠的提示 在一颗大槐树下挖出了尸骨 燕赤霞却道 这骨盒金塔之内 会有他人骨灰 我须施法将之逼出 言罢 莫念咒语 将树道浮印 打入骨盒之内 河中阴魂道也不住 怎肯轻易离开 燕赤霞接连使出多种功法 直到天已入黑 方才将厉鬼去除干净 他将骨盒 交给采辰 放好后方道 此物已然纯净 你只需将之 避开会晤 重新安葬 小欠便可再世为人 话音未落 突听林间 传来喋喋叫声 燕赤霞 你管的太多了吧 念你也是成名之辈 这些天我才一直容让 热你在寺内放肆 难道本座 当真拒你不成 树影从从 却见那妖王 不知何时 早已飘于面前 燕赤霞知此怪厉害 于是令采辰先行 自己却反手 拖出一木匣喝道 先有请出 但见金芒一闪 木匣四下散开 其间一柄长剑 腾空而起 在燕赤霞头顶 盘旋一周后 却化作短剑 一十二柄 小剑甚有灵性 闻得妖气后 兴奋异常 十二道金光 一闪即没 早已钻入老怪身中 树腰身躯 断为树解 厉生尖叫中 众多断臂残肢 却分散向四下逃开 燕赤霞早咬破了食指 将止血 胆于掌心 念动口诀 空间一阵波动 空气似乎凝结 燕赤霞掌心轻硬 进而封闭了一次空间 他胜券在握 于是钉字站定 再念五雷大法 准备做到最后一击 便在此时 突然一张巨口 猛然降临 燕赤霞万没想到 树腰在重伤之余 还有这等法力 老怪口中巨蛇 如森盲一般卷来 燕赤霞再想躲 依然不及 便在此时 胡觉身体一清 净被一物 快速向后拉动 将将躲开那致命一击 却听那森然巨口 狂吼道 聂小倩 你竟敢跟姥姥为敌 我要让你神行俱灭 魂骨涌离 万劫不得超生 说吧 那巨蛇之内 又伸出无数条小舌头来 分别攻向三人 小倩功力浅薄 自保尚且困难 想救采臣 依然不及 眼见十数条丑陋的舌头 钻入彩尘口中 不觉落下泪来 与此同时 燕赤霞 以持仙剑 在旁杀盗 用尽生平之力 自空中一落而下 这一剑 乃是他平生所学之一句 端得奇快无比 但见金光滑过 百蛇奇断 妖王惨叫一声 顿然隐去 空气中 但闻腐臭之味 久久不散 过有片刻 燕赤霞方道 那怪刚刚伤了神魂 修为损失过半 百年之内 无法付出 待熬到天明 采臣便赶快回家葬骨 你们若是有缘 或许十几年后 还能相恋 也未可知 正说着 突然狂风大作 满天诡计森森 明明中一只大手 自天边深处 霍得将小切拿了 燕赤霞 面色凝重的 是黑山老妖 你抓紧我 二人踏见而行 距离那阴山 愈来愈近 去见眼前 那座黑漆漆的万人高山 却是由数十万头骨组成 山体阴冷无比 呵呵然 却有声音传出 后辈 今日是我大婚之期 而等速速离去 本家 尚可望开一面 彩辰眼见山顶 露出一点红衣 朦胧中 好似小剑身形 不禁心中激荡 回头道 燕大侠 你拖住老魔 请送我上去救人 燕赤霞 以玉剑之术 袭着彩辰上行 转而站定了身形 深深吸了口气 连续发动三大法术 攻向老魔 魔头秀为高深 心念一动 便幻化出一具分身 却是以人形将军 跨马持斧 杀笑艳赤霞 虽说分身出战 却也甚好心力 专注之下 竟没注意宁采臣 暗自摸上 小剑被鬼所绑附了 正自痛苦 忽然见到爱人前来 不由悲喜交加 彩辰以仙剑 将铁锁砍了 回身抱起小剑 飞下山来 与此同时 燕赤霞也击毁了 老魔的分身 自己却伤得不轻 黑山老妖 见小倩被救 不由兴起 猛然一吼 发出了毁天灭地的声响 之间山体万古齐鸣 转魂魄喷不而出 早将三人包裹在内 宰臣和小倩体质较弱 早已率先晕去 燕赤霞苦苦支撑 全身衣衫 早已片片碎裂 眼见阴气入体 就在此时 燕赤霞胸前 突然升起一物 在一众魂魄吞噬之下 却欲显明亮 原来 这燕赤霞自幼 便佛道双胸 不仅法术通神 与那佛法经文 也明悟于心 此部经书 乃为真文 最为古朴 被魂迹所动 则自行打开 开启玄机 经文随意念飘扬 拨开层层妖气 正印在那老怪顶门 遥远的天尽头 似乎传来一声佛号 但听波的一声 老魔神魂剧烈 已失去了法力 趁此机会 燕赤霞仙剑出霞 刺穿了黑山老妖的心口 他心智被佛经所振 又怎能以妖术毙命 眼见仙剑坏体 一枪腰弹尽随 黑山坍塌 被压制的万魂齐声雀跃 各自逃窜 寻找真身骸骨去了 眼见叙事渐起 小剑一手遮灭哭道 但请公子 莫有相忘 小女来世 叮当向随 彩晨心中苦痛 上想身臂相扶 恰巧一束强光闪来 小剑啊的一声便消失了 树影落落 山无其名 彩晨欲酷无泪 于是将牙一咬 叫了燕赤霞 纵马而去 以后的数年间 彩晨将骨灰安葬后 便在家中读书种菜 安心等待着 因为彩晨心中 已燃起了新的希望 他相信 总有一天 小剑会来找他的 既然君不负一 易又怎能 忍心忘君呢 全篇完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经典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